女孩不停劝阻,非要试穿婚纱店里最好看的婚纱 却不知那是件遭到诅咒的婚纱 最后的结果让她后悔不已 原本今天是诺拉和自己男友约好试婚纱的日子 可现在男友却说加班来不了 再加上她自己已经迷路了 心中的气氛让她直接挂断了电话 只是没想到一抬头就看到了百年婚纱店的招牌 她立马推门走了进去 此时,诺大的店铺里安静得有些可怕 过了许久,店长才走了出来 诺拉拿出电脑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几个月后她就要结婚了 所以想来试试在网上看中的几款婚纱 可店长说这是贵宾区的婚纱 平时是不对普通客户开放的 不过今天是她担任店长三周年的日子 是自己任职的最后一天 所以特意为诺拉破例一次 诺拉兴奋地跟着店长来到了贵宾区 结果一眼便相中了最中间的婚纱 只是店长告诉她这件已经被预定了 很快就会取走 可诺拉并不死心 想要订一件一模一样的 但她并不能如愿 店长说这款婚纱是上世纪 法国著名设计师手工制作的 他们现在可没办法满足这个要求 不过其他的婚纱倒是可以随便试 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叫自己 在店长离去时还特意叮嘱 那件被预定的婚纱千万不能碰 可人就是那么奇怪的生物 越是被告诫的事情就越是让人着迷 在试完其他的以后 心里就更加渴望中间的那套婚纱 她想着只是试一下应该无所谓吧 于是她立刻取下婚纱穿在了身上 果然还是这件最适合自己 站在镜子前她忍不住幻想起 和男友一起步入殿堂的场景 陶醉许久后 直到钟声响起她才回过神来 此时她才发现自己衣服不见了 只有一件店长的制服放在那里 诺拉只能暂时穿上跑出去寻找店长 可店里并没有人回应她 不但手机没了信号 就连大门都是纹丝不动 而且更糟糕的是 她的手臂上出现了和店长一样的印记 胸口的工作牌上也是诺拉的名字 她连忙拿出电脑登陆店铺主页寻找线索 却发现只能进入店长的登陆界面 诺拉输入工作牌上的信息后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份任命书 上面写着恭喜诺拉成为第57位店长 三年后才有人接替她 下面还附带着一句警告 任何违反店规的行为 都会改变你的人生轨迹 只是三个月后就是诺拉的婚礼 她可不像在这里浪费三年的青春 于是诺拉在官网上发布了全场半价的消息 终于在第98天的时候事情有了转机 一位叫林奇的女孩发来了预约 诺拉就这么静静的等待她的到来 等林奇进来后 诺拉便向着门边冲去 可大门依旧纹丝不动 她只能强装镇定 带着女孩向贵宾区走去 果然林奇一进来 便看上了最中间的那套婚纱 诺拉便造出 穿上这件婚纱 就能得到永恒爱情的美丽传说 果然林奇上钩了 穿上了那件被诅咒的婚纱 诺拉悄悄的向外走去 此时不但墙上出现了林奇的画像 门也可以被推开了 当她兴冲冲的来到屋外时 发现只过去了一天 忽然身后一个男人 一边叫着林奇的名字 一边拉住了她 诺拉忽然想起了任命书上的警告 连忙走到镜子前 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林奇的样子 看来这就是她擅自违规的惩罚了 果然还是好奇心害死猫啊 之前的店长让她以普通客户的身份 参观了贵宾区 也算是违规行为 那诺拉在镜子前陷入的幻境 会不会就预示着店长代替了她的身份呢 还真的是让人细思极恐啊 所以说无论什么时候 都要关注自己的好奇心哦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这里是赵军道电影 咱们下期见